这里是莫斯科的胜利公园 今天是莫斯科建成874周年 大家在等着都不安检 今天凯旋门那边道路已经封闭了 再过40分钟在这个山上可以看到烟花 在俄罗斯胜利日的重要程度远比其他节日 除了新年之外 所以你看像今天的这个成庆 管的就比胜利日那天要松的多 胜利日那天安检非常的严 然后地铁是靠近胜利公园的这几个口都是关着的 一小时前我在红厂那边以为在那边能看着烟花 幸亏打开这个网页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节目 在莫斯科今天一共有11个地方可以看到烟花 第一个就列的是这个圣里公园这个山顶 然后剩下的几个都是在莫斯科的东偏北一些 也在那些地方 今天白天在威登汉国民经济成就展会展中心 在那边有很多的活动有演唱会什么的 明天白天也有 这也是一些成就发展 这是莫斯科科学院的大楼 莫斯科大学 在那个中国的这么多的地方 вы没少了 人一样的好朋友 我俩找到了 几个儿 找到石子 呢 我俩找到了 我俩拥导 别人 八百七十四年莫斯科还不是非常的古老 在俄罗斯有很多城市都比莫斯科的历史要久远 包括我以前生活学习的梁赞 梁赞今年已经九百二十六年了 胜利日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人山人海人挨人 都等着看烟花 今天人不算很多 一会就在前面的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烟花 从胜利公园到莫斯科CBD只有一站的地铁站 8A县做一站 8A县做一站 9A县做一站的地方 5A县做一站的地方 10A县做一站的地方 I didn't want to get one